卢州北侧农业区开发已经在去年送到内政部审核 未来将会是一个全新的水岸城市 但是北侧农业区里有许多珍贵的老树 在地文史工作者以及民意代表都期盼都留下来 卢州爱乡文化协会杨莲福博士以及一群热爱乡土的民众 在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 完成了卢州北侧农业区的老树调查 发现有48株的老树值得保存 这个北侧农业区总共大概60公分的 到290公分到200公分的有48株 我们希望90公分的能够现地保存 如果北侧农业区他要开发90公分保存有困难 他可以建议我们是建议到 第一个他有一个古迹园区就是城头北旧座 可以把那些移植到那边 如果那个有困难还可以找一个通况的地方 来移植这些这个秀树 卢州北侧农业区开发已经在去年送内政部审核 未来将会是一个全新的水岸城市 但是这些珍贵老树期盼可以现地保存 或是移植到合适的保护区 我们建议我们市政府一定要重视 最好是把它原地保存 那么真的不行的话 也要留在我们中正陆地 城头北国座的地方 这对路上来说意义 意义辉 农业局将会针对这次说明会提供的资料 安排实地会刊 确认90公分以下的老树是否保存 另外也会和地震局以及城乡局 寻找合适的迁移地点 记者沈昌林景瑜 卢州采访报道